让你心中充满爱 不让生命受苦 将来一切生命 生命殿适与你 共同救护生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无上圣圣为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矣 我尽见闻得受辞 愿解如来真实矣 好 请大家放掌 我们泰兰士佛教会的理事长 我们敏慧理事长 我们永久的理事长 杰华张老宁 我们大仙士的大慌张 我们源自大和尚 我们修议法师 我们中卧会的秘书长 我们这位法师 这位护法基士 大家慈悲 大家吉祥 大家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很高兴 从明慧法师 说要办这样子的一个讲习会 我就觉得很等 很期待 那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身为佛子 当行佛事 在这个人生的舞台上面 你自己扮演什么角色 你要认清你所扮演的角色 唯有你能够认清你自己的角色 你才能够尽到你的责任 那我们身为僧人 我们的职质是什么 我们的这个使命是什么 我们僧人的职质 也就是洪华 我们的工作是什么 就是立身 本来就是洪华立身 这个就是我们身为一个佛陀弟子 应该要尽的使命 是我们的责任 那我们要尽怎么样的责任 好 我们就借的华言经 华言经里面 佛陀也告诉我们很清楚 他以一大势因缘 而降生这个人间 那佛陀以一大势 什么样的大势因缘 就是希望能够帮助一切众生 能够离苦得乐 这个是佛陀诞生人间的唯一目的 所以我们要随佛出家 我们来学佛 我们要何担如来的家业 那你要何担如来的家业 你何担的没有 所以这一点呢 很需要 大家能有所谓的自觉的能力 唯有我们本身自己能够自觉 了解到你扮演的角色 你的这个责任是什么 所以我们敏慧理事长能够来办这一场 我就觉得 我为什么讲说我很期待 因为这是帮助我们每一个佛弟子 不管你是出家众 你出家众 你要负责起 所谓的人天师范的使命 那你要如何扮演好你 人天师范的责任 我们身为一个在家机士 那我们在家机士 应该怎么样来做 扶持正法的工作 我们现在目前很多在家菩萨 在家机士 这个佛法的知见没建立 所以对的也去扶持 不对的也去扶持 好 讲到这里 让我想到 佛陀在晚年 有一次在提伯达多 的这个分类佛教之后 又有一次 为了一些理念上的纷争 佛陀亲自出来调解 既然那个纷争都没有落幕 因此佛陀很伤心的 就离开了 离开了之后 最后是怎么样平息的 就是因为 我们在家机士 我们的在家机士出来 说你们这样子 我们在家机士 扶持你们出家众 扶持你们出家众的目的是什么 第一个是希望扶持你们修道 能够断烦恼 能够成就道业 第二个扶持你们做什么 就是弘法立身 结果你们为了你们的自我 对不对 对了你们的烦恼而纷争 连佛陀出来跟欠导你们 你们都不听 所以他们就决定说 那这样我们不扶持了 好 这一个声音一发出来之后 这一些僧人 自己才能够有所自觉 所以他们纷纷去跟佛陀 忏悔 我们佛教的 这个历史当中里面 有这一段的记载 这也在说明什么 生团的力量重要 但是 我们在家机士 你们本身的外户的力量 更重要 怎么样能够去扶持 圣法 是重要的 好 我们借着 地藏经里面有一句 行灰沙门 心灰沙门 伪咒沙门 造无间地义的因 那如果他本身自己 不是出家重 或者说他虽然出家重 他本身不行出家的 这个修持 或者是行仪 他等于就是没有那个出家的心 你去扶持他 他本来所造的 他本没有正知正见 他跟佛的 这个修持是相悖的 他不是学佛 离了正知正见就叫做邪魔 那既然他本身是在邪魔 你去扶持他 那你不是在造业是什么 所以在这一点上 也需要大家能够好好的去思考 那我们这一届中国佛教会 从我们开始的时候 我也一直跟我们新茂大和尚 这个表示说 要请他辛苦来规划 这个生且的讲习会 那么目的是什么 目的就是中国佛教会 这个平台 他本来就是 这个全国佛教徒的 共同的一个学习成长的平台 我们可以了解 在佛陀时代 佛陀随顺的无常的阴言 他在人岁八十岁的时候 他就入内盘了 但是他第一个动作 在他本身大侧大悟之后 他第一个动作是什么 第一个动作 他就先到了鹿野宴 第一个感恩这个吴比丘 第二个就是为了能够细佛会命 所以他初转法轮 度吴比丘 建立三宝在人间 唯有三宝在人间 才能够借着生宝 代表了三宝 把佛法能够红传下去 所以阿含经说 见生如见佛 见生如见法 你生人 你代表了就是 我们生人随佛出家 我们这个像 现的像 就是佛的像 所以见生如见佛 你代表佛陀注视在人间 你看你的角色扮演多重要 你扮演这个角色之后 你应该讲什么话 你应该讲什么话 生人你要讲什么话 生人要讲的就是 话 所以见生如见法 如果我们没有尽到 我们本身自己的责任 我们必须了解 这个世间所存在的自然力 叫做因果的自然力 你自己造什么因 你必须要去承受 你自己的果报 那我们修行的目的 就是希望能够了头生死 所以我们不要因为 我们对道理的不明 而去增加我们生死轮回的因 那就是实在是太悲哀了 好 这是我先把这一段 跟大家做以上的分享 那么第二段 我要跟大家来谈的 佛教的本质 佛教是怎么来的 我们从佛陀诞生这个人间 他在皇宫里面住久了 觉得闷 所以他想要出去走走 所以有一次 他陪着靖患王 也就是跟他的父亲 那么出去看到什么 农民的春耕 所以农民的春耕的时候 看到农民在离田 把土翻出来之后 蚯蚓跟得出来 蚯蚓被翻出来了之后 就是小鸟来吃蚯蚓 结果后面又有什么 大鸟吃小鸟 老鹰吃小鸟 这一幕 看在年轻的西达兜太子的心 他深深感觉到 这不就是世间的现象吗 这个世间不就是 肉肉强食吗 好 他一直 把这一幕 在心里面发笑 去思维 到了第二次 他又想要出城门 他父亲给他做了安排 当他出了东门 他看到了老人 他问他的 这个马夫 车特 那是什么 因为他在皇宫里面 没看过老人 所以一听到老人 他很快就想到 他会老 我会老 所有人都会老 这老的问题要如何解决 他就陷入深思 所以他就无心去 去散心了 第二次出城门的时候 他看到了 是病人 第三次出城门 看到的是死人 所以他一直对于 人生的过程 没有办法 任何人没有办法 能够去避免的 老病死的问题 佛陀陷入深思 想我们应该怎么来解决 最后 他终于找到了答案 就是 第四次出城门的时候 他看到了修行人 他从这当中了悟了 我们的老病死的过程 是因为我们造业的受报过程 你想要能够 了脱老病死的摧残 你就不要去造作 这一个老病死的因 就是不要造业 所以佛陀 他本身大测大悟之后 他所弘扬出来的佛法 就是一个 所谓了脱生死 这个出世 出世的观念 就是怎么样能够了头生死的方法 这个就是在整个宗教当中里面 这是佛教的特色 也就是我们佛教的特质 你应该了解到是说 佛教的本质 就是要如何让你断烦恼 了生死 这是我们修行的目的 如果你连你修行的目的是什么 你都不知道 那你怎么修行呢 所以这是 把这个佛陀 这个佛法的特质 跟大家做以上的说明 那这个就是我们平常所讲到的 就是解脱道的观念 但是解脱道 它是佛陀诞生这个人间 随顺当时印度的 轰顺民情的一种观念 这个观念 也是对峙我们生死轮回的 根本的观念 但是佛陀诞生人间 我们在借华言经的一句话 他说 奇载奇载 大地众生 皆济如来 智慧得相 只因妄想执着 而不能见得 那这又说明什么 他说 哎呀 好奇怪 好奇怪 这个世间的众生 全部都记住了 佛陀本有的结性 那 这个结性在佛不争 在我们每一个人不减 那为什么佛陀能够成佛 为什么我们不成佛 问题就在 借金刚经说 应无所住 而生其心 佛陀是了解到 世间的一切现象 都是因缘所生 世间的一切都是在 因缘生 因缘妹 因缘生 因缘妹当中 那 我在这个无常的变化当中 我要如何去修福 修慧 我要如何能够去 发这种心 这是我们真正的亲近心 我们要修慧 目的就是降服你的烦恼 对不对 修慧就是要你深入精湛 智慧如海 让你认清这个世间的真实 不管你现在目前潜力再大 不管你现在目前财户再多 不管你现在目前再怎么年轻 身体再怎么样强壮 你都经不起无常的摧残 时间到了 你什么也带不走 所以我们要有智慧 来降服自己的烦恼 来了头你的生死 那么我们这个慈悲 慈能以乐 悲能拔苦 这个是表现的 我们身为佛子 代表佛陀注释 要展现的就是无私的奉献 你能够无私的奉献 去跟众生结善言 去利益一切众生 利益的过程当中 不就是你自己在修福吗 所以慈悲 是要透过智慧 它的动机只有一个 怎么样能够帮助你 离苦得乐 这是唯一的心念 所以你这个叫做亲近心 亲近心才能够叫做功德 我们如果是应无 这个应无守住 而生其心 转过来是应有守住 而生其心 就差那个无跟有 你有心的话就有什么 有这个妄想 有执着 你有妄想 有执着 就跟圣道相悖 对不对 你就变成凡夫 你就一天到晚 跟你的烦恼打交道 一天到晚 就是以一个我为出发点 那如我们 刚刚明慧理事长讲到的 我听他的一句话 我也很有感触 过去 我们会觉得 国家的领导人曾经讲过 不要问国家能为你做什么 要问你能够为国家做什么 我们引用这一句话 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都认清了 你本身自己在 你现在的角色 要尽你的责任 应该说 我能为佛教做什么 而不是问佛教能为你做什么 你能够为教会做什么 而不是问教会能为你做什么 所以在这一点上面 跟大家一起来分享 但愿我们大家都能够重新思维 佛教的心圣以佛 看你 这个是你的天职 更是你的使命 是我们每一个人 不能逃避的责任 好 这是第二点 第三点 佛陀时代 为了要能够让法 能够顺利的 洪传到十方 所以整个洪法 何丹如来家业 把佛法的法轮 要能转动出去的责任 就交给了僧团 所以你看那时候的僧人 他们本身要过着所谓的托波 托波就是去扮演叫做不请之有 你托波跟现在目前的托波是不一样的 现在的托波没有法 因为我们现在目前的托波的模式 也造成了不好的示范 所以我们应该要有这个一点自觉 佛陀的时代的托波 他只是借着托波 托饮食 养色身 借着托波的过程 他当不请之有 把佛法能够洪传出去 那我们看 佛陀的借力 佛陀自的借力 有所谓的仲戒 有倾戒 倾戒就是威仪戒 仲戒的目的是什么 仲戒的功能 就是降服你贪嗔痴的烦恼 就是降服你 我们所讲的 不管是比丘的四仲戒 或者比丘尼的八仲戒 或者是第二篇 他目的就是降服你的烦恼 那威仪戒就是什么 威仪戒 他就是因为你本身自己的威仪 就能够让众生起恭敬心 你看当时阿梭氏 阿梭氏 瑟利弗碰到 瑟利弗已经在当时的 印度的这个社会环境 他读尽连这个舞会头 他都读遍了 也就等于说 世间的书 当时的宗教的书 他完全读遍了 所以他认为 他想要找的答案还是找不到 没想到 他因为看到阿梭氏的威仪 他被他的威仪 就问他说 你的老师是谁 他说 我的老师是祭坛沙门 老师都教你们什么 老师教我们是 诸法因言生 诸法因言妹 这一句话就是佛陀的开悟计 这一句话也就是这个世间所存在的真实现象 诸法因言 那么产生一切现象 诸法因言尽了 一切现象回归 对不对 就变成回归 这个生命的现象就是这样来的 所以他非常的感动 他说他这一辈子追求的真理 终于在这个地方找到了 因此他邀了木剑脸 带了他们本身的这个所谓当时他的邪身 那么一起 驮到佛陀的坐下 你就可以 他是因为他的威夷 能够帮佛陀 度到了佛陀 弘法当中里面最重要的两个法匠 就是木剑脸跟摄利佛 如果阿说是要去跟 摄利佛 讲佛法 你绝对不是摄利佛的对手 但是他就是一个威夷 那这个给我们传达的一个信息 就告诉我们说 我们身为僧人 我们本身扮演的这个角色 我们的威夷是绝对重要的 我们身为僧人的使命 对于众生 我们的责任就是从传佛法 但是我们现在想想 你对于所有的信众 你传达的是佛法吗 这个就是我们自己要去思维的 如果不是 那希望你能够知道怎么样去调试自己 这个就是我们本身 那生人的责任 那么生人的责任 我们要见佛 这个能够传法 对不对 传法 那当时 整个这个工作要靠生团 但是离佛死咬 生团的功能慢慢不脏了 所以就变成什么 变成 转化变成是教会的功能 这种教会的功能 也是随顺的 时代文明而产生的产物 你可以看我们过去 你到哪里去 因缘成熟 你要盖个道场 你要去山顶上盖道场 你要在海里面盖道场 你随便有块地 你要盖道场 不会有人去干涉你 但是到现在目前 你要盖道场 为什么我们现在目前 有这么多的道场 不能合法 在民国 今年是110年 到民国114年 5月1号以后 我们想要盖道场 那就会更困难 为什么 因为一个国家发展 已经比较成熟了 它整个国土 整个国土 它已经有做了 它整体的规划 哪里要能够是可以建筑 哪里是农业区 哪里是水利区 哪里是什么区 它已经给你做好规划 如果我们大家都不关心 那很简单 114年5月1号以后 你要盖道场 你只可以到哪里去盖 到偏乡 对不对 到原住民区 以后你们要盖大厂 就到偏乡去盖 让你们的宗教远离人群 请问我们 这位尊贵的法师们 你可以接受吗 你宗教离开的人群 那你这个宗教还有存在的价值吗 所以国土计划法 请问我们 谁有去关心国土计划法 这个就是时代的演变 你看现在目前 各行各业 各行各业 都有他们各行各业的工会 移民有移会 农民有农会 工人有工会 反而我们现在目前 很多人会觉得说 我为什么要加入佛教会 加入佛教会是你的天子 是你的使命 对不对 是你应该借着这一个佛教会的平台 怎么样能够来捍卫 我们整个佛教的潜意 怎么样能够关心到 我们本身自己 这个所有的僧众 怎么样能去学习去成长 我们所有的僧众的 这个素质的提升 进而我们能够 带领我们所有的在家信众 信仰品质去提升 所以我看到所有的现象 我只有一个念头 我起惭愧心 为什么 因为我们没有关心他 我们明慧理事长刚提到的 我协助政府在监狱里面 从事教化工作已经38年 监狱当中里面皈依的徒弟 也大概有8万多人 所以我也常常跟我们的内政部长 开玩笑 我说你带8万 这个警察大军 我带8万黑道的这个分子 这是虽然一个开玩笑 但是也就说明了 我们不同的角色 产生不同的功能 佛教是我们大家 共同信仰的宗教 那么我们都是佛教的一分子 佛教心胜以佛 众生能不能有正确的知见 能不能离苦得乐 那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天职 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责任 所以为什么 在代表菩萨精神的 这代表着菩萨道精神的两尊 号称叫做说佛二大厌亡 一尊就是行生就苦 我们要效法观音菩萨 你说你在修观音法门 修观音法门 你要效法观音菩萨 你虽然没有办法 有观音菩萨这种方便力 威得力 但是你不能没有效法的真实 你不能嘴巴里面只讲慈悲 然后你自己都不去表现 不去实践 那这个慈悲跟你是没有关系的 所以观音菩萨的行生就苦 他是真正众生有苦 有难的时候 他能够献身而去服务 去光怀 也就是我们所讲到的 不管你是从财师 是法师 是无畏 陪伴的无畏师 他都是一种慈悲的表现 再来第二尊 我们地藏菩萨 地藏菩萨表达了 众生度尽 方正菩提 我不入地义 谁入地义 这给我们传达什么样的信息 代表了 他彻底 何丹如来的家业 所以众生度尽 方正菩提 觉得所有的众生 都能够真正离苦得乐 都能成就道业 都能成佛了 他才成佛 代表了他本身 自己心胸的宽大 所以他叫做 永不成佛的菩萨 那么 这个地义 度尽方正菩提 地义就是 六道当中 最黑暗最苦的地方 那这个就是 给我们传达一个 学习的魔幻 我们身为僧人 对不对 地藏菩萨是 所有的菩萨当中 唯一一尊 圣 圣像的 这个就是告诉我们 我们生人 要有什么样的使命 就是 人间 越痛苦的地方 越是我们生人 要去教化的地方 越黑暗的地方 越是我们生人 要去植火炬 对不对 我们要去植火把 我们要将佛陀的 智慧火把 去照破 所有众生 心灵的黑暗 这个就是我们生人 应该要 尽的使命 也是我们 每一个人 共同的天子 所以 这个观音菩萨 跟地藏菩萨 号称叫做 娑婆世界的 二大燕王 我们 都在送 普门品 我们都在送 地藏经 也希望大家 从中 你真正能够 领悟到 观音菩萨 跟地藏菩萨的 精神 而能够 起而效尤 那 我 跟大家分享的 这三点 目的也就是 让大家 认清 佛教的本质 认清 你扮演 角色的责任 那 如果大家都能够 认清你自己的责任 我们就可以 来认清 这个 处于现今社会 到底 佛教能不能 因你而兴盛 佛教能不能 众生能不能 因你而得度 这个就是 我们每一个人 要认清自己的 角色责任 所以 非常感恩 我们 敏慧理事长 我们 台南是佛教会 所有礼监事 因为 你能够展现的 就是我们一个 大家庭的 传达大家的 一个关怀 跟温暖 关心到大家的 法生会命 关心大家 能不能尽到 你自己的责任 对不对 我们 所谓出家 随佛出家 我们号称 叫做僧保 为什么叫做僧保 就是因为 能够 成为 何丹如来 家业 角色的人 是少数 所以你是 生保 那么你生保 能不能尽到 你生保的责任 这个要透过什么 透过教义 如果没有 透过教义 那你怎么 你 你怎么会认清 佛教 认识 这个佛教的本质 认清你本身 自己的 使命责任 所以这个教义 是绝对的重要 所以我们讲 十年树木 百年树人 我们常常在讲说 这个十年寒窗 但是 一个僧人的养成教义 他绝对不是 十年就能够 完成的 所以在这一方面 我们 也不能 说一斜了 你就代表 你都什么都会 你看 现在目前 在这个 这个 法规方面 仪轨方面 最熟悉的 是我们 中文会的秘书长 我们修议法师 是最了解的 但是 他也 他身体不是 他四大不是很调和 但是他很用功 他很好学 他 他虽然是我的秘书长 但是 很多的工作 很多的什么东西 我们要听他的 为什么 因为他法规 比我们懂 对不对 我们目的是把事情做好 而不在于 好像说 我为什么要听你的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就不用去结合了 我们是理念的结合 共同来核担如来的家业 离佛陀时代越久 随顺的不同时空的音源 刚刚给大家提到的 国土计划法 大家 有音源 应该 应该多 关心 你现在 目前 你现有 道场 的守在地 到底 国土计划 当中里面把你放的是什么 科目 什么地墓 你自己在 还没有实施之前 你不自己去关心 等到 他已经把你完全定 定了 那时候要改 可能 比登天还难 所以 这是我对大家的呼应 那么 中国佛教会 它的成立 也都是我们 过去 从 八子头头 八子头头 成立的这个 中国佛教总会 那时候叫做 中国佛教总会 那么 他呢 老人家呀 在会成立 草创期间 闭入栏里 结果他 被羞辱 到最后 他不到一年就往生了 那后来 这个 接掌的人是谁呢 泰西大师 那泰西大师 也看到了 这个整个 佛教 属于当时的 这个社会 你佛教 不努力 你佛教会被人 边缘化 你不要去怪 政治人员 因为政治人员 不懂你的 信仰 不懂你的 宗教 他不会 帮你有什么 好的 这个良善空间 给你 所以我们能够 好好用功的人 好好用功 能好好 弘法的人 好好的弘法 但是 你也要能 想办法去度 这些政治人员 这些官员 因为你要让这些政治人员 真正的认识了你本身宗教的精神 他们能够去感动你们本身宗教的本质 就像 我们慈航菩萨 讲到的 宗教的三大元素 第一个 慈善 第二个 教义 第三个 文化 你要先有慈善的方便 做接引 那么慈善做接引之后 你要进一步的教育它 让它建立佛法的知见 对不对 第三个 希望人人都能 真正把佛陀的精神 展现在你的日常生活中 如果我们一个宗教 没有这三个元素 那你这个宗教 的拓展 就会受限 那政治人员不支持你 你怪不得悲人 要怪谁 怪你自己没有尽责任 所以要能够去跟这些 政府官员打交道 是每一个人共同的责任 但是 中国佛教会 它就变成是要能代表我们所有的佛教徒 共同来捍卫我们这佛教的资产 来关心到我们所有的事物 所以佛教会是大家共同的教会 它不是哪一个人的教会 请大家能认清 我们每一个人在人生的舞台上都是过客 但是 你今天扮演这个角色 你就要尽这个责任 好 那 中国佛教会 前面多久 也一直 跟大家来 这个说明 这个所谓的宗教团体法 那宗教团体法 虽然 它有考虑到很多问题能够解决 但是还是有存在了很多的疑力 中国佛教会它所扮演的角色 完全就是捍卫大家的潜意 好 讲到这里 中国佛教会跟你最直接的 当你出了家 你进了戒坛 好 离开戒坛 领到了一本叫做什么 那个戒碟 请问那个戒碟是谁花的 是中国佛教会花的 我们要知道 教会是我们大家的 我们有共同的责任 一起来努力 好 那我就简单给大家 你讲到这里 就是让大家知道 我们从 现在目前中国佛教会 服务我们所有的僧众 除了我们每年 各道场向中国佛教会 申请 船戒 这个船戒 就是系佛会命 对不对 我们所有的僧众 你要能取得了你真正生人的资格 你必须要透过这个所谓的船戒的过程 所以船戒的过程 它本身是向中国佛教会来申请 最后的戒碟是由中国佛教会来花 那么我们现在目前的生众 生众在国外 你本身办什么活动 办什么业务 你向政府去办 他要你这个宗教师的证明 那宗教师的证明就是什么 戒碟 戒碟 他们只认一个 就是中国佛教会的戒碟 所以我们也有说到 不是中国佛教会 花的戒碟 最后因为不能 不被承认 那么重新到中国佛教会 来申请戒碟的 所以这个让大家知道说 世界各国人家还是认同的 就是你中国佛教会 是正华同 所以在这一点 大家知道 那么这个中国佛教会的这个船戒 那么从民国四十二年 由白圣长老 为了要能够把那个日本式的这个佛教 能够转变这个日本式的佛教 而开始恢复船界 在大仙式 第一场还叫大仙式 在大仙式 从四十二年到这个今年 整个船界有九十九场 已经有九十九场 那么完成多少的这个 这个生重的身份的建立呢 有两万六千八百八十六人 但是不包含其他道场 这个船界的数量 因为像新田长老 像何光山 他们本身自己船界的这个 这个戒指的资料 他也没有给中国佛教会 所以中国佛教会没有这一方面的资料 那只是说 中国佛教会 这一段时间里面 总共有扶持了九十九场的这个船界 那么总共诞生了两万 两万将近两万七千位的这个生重 那这是也让大家能够了解 那再来呢 这个中国佛教会 每一年都有一场很重要的华会 那个就叫做人亡护国华会 这一场人亡护国华会 是当时蒋宗正还在执政的时候 他拜托佛教来为国家祈福 所以这一个呢 也代表了就是佛教跟政府之间里面的 密切的这个关系 我们这个同言 这个无言大识同体大悲 我们能够为国家 对不对 这个新盛来祈福 为国家领导人来祈福 为全国人民来祈福 所以人亡护国华会 每年的农历正业十八 他从过去到现在 一直都是保持的这个传统 那今年 感谢我们捷法长老女 我们立会法师 因为我们今年在疫情之间 我们在我们正结市 但是我们新盟大和尚也很有经验 那这样子整个规划 我们黄伟哲市长来碾香 他也很高兴 他也很高兴 所以这个 我们总是 这个站在中国佛教会的立场 我们能做的 我们就尽量的做 那这个明年 明年的人亡护国法会会在高雄 我们很想北部能办 但是北部的道场 我们很希望能够把我们正结市 搬到北部去 但是我没有那个移山倒海的能力 那所以北部没有像我们正结市 像延亨市这样大的道场 想要办这个人亡护国法会 条件比较不足 所以就变成 这个说来还要感谢一下 我们大仙市的这个大和尚 我们传政大和尚 他联系办了四年 联系办了四年 所以非常感恩 那明年在延亨市 请大家拭目以待 到时候呢 如果疫情舒缓了 可能要麻烦理事长 带动大家来共襄圣集 这个是请大家了解 这代表了佛教的一种团结的形象 也是我们众志层层 共同来为国家 为人民祈福的一个重要的 一年一度最重要的法会 好 那我们希望 让这个中国佛教会 能够成为我们所有到场的 总本站 对不对 就是来关心大家 你平常忙你的事 忙你做洪化的工作 但是佛教需要你的时候 请你要能够站出来 平常你们忙没有关系 那有重要的 比方我刚刚所讲到的人亡护国法会 我们重要的 这个干部通通要站出来 应该是各事院的住持 都应该要来去参加 对不对 这个中国佛教会 开理事会的时候 所有的理件事 应该要能够积极的出席 我们有会员代表大会 所有的会员代表 通通应该要出席 这是重要的活动 这个希望呢 你本身要能知道 你的参与 你的积极参与 代表的是 你的文化 你的水平 代表了整个佛教的形象 希望 中佛会 是我们每一个人的中佛会 对不对 佛教 就是我们本身的佛教 所以最后 我希望啊 我们秘书长身体能够 赶快恢复健康 他身体更加的 这个健壮的时候 他可以 为佛教做更多的事 为我们大家服务更多 然后 可以的话 我想我们要安排 中国佛教会 明年或者后年 带领大家 我们去参访 到哪呢 到环帝刚 你去看看 人家天主教 人家是怎么样子 人家的教廷是怎么样子 人家的应奏是怎么样子 看看他人 想想我们自己 所谷他三知识 葛工措 我希望 这一个心愿 那么能够实现 因为我去了一趟 我觉得我回来之后的 那个思维 也相对 更宽 更广 那么 这个就是 我们要走出去 视野才会更广 好 我就给大家 这个 讲到这个地方 敬请大家都指教 谢谢大家 户持中华印金协会 邮政华波 户名 中华印金协会 华波账号 1965-8482 1965-8482 银行账号 银行账号 土地银行 005 账号 012-001-19478 012-001-194-788 护持印证经书 佛书经番结缘品 平东庙云寺高雄生命书方联合举办 消灾祈福法会 即礼拜 弥陀宝灿 护生 蒙山诗时 宫秦赞山法师 赞江法师 赞同法师 共同组法 日期2月6日 正月初六 星期日上午9点半 地点 屏东庙云寺 屏东县万丹乡 信安村 大信路175号 洽询电话 07-221-2323 07-221-2323 敬邀菩萨参与讯息 同山法义 共睦佛恩 配合防疫措施 参加共修 敬请佩戴口罩 南魔无量寿 持长寿宝瓶如来 种种无贪 莲花眼如来 南魔无量寿 持长寿宝瓶如来 种种无贪 莲花眼如来 南魔无量寿 持长寿宝瓶如来 种种无贪 莲花眼如来 念诵一遍 能消除一切恨死之音 往生三十三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